如果你的记忆力阿赖耶里面统统恢复了 你都能记得了 你就晓得 所有一切人跟什么什么关系 放下明文理阳 放下五语六成的享受 放下贪嗔痴慢 心定了 心定了就不会被外头境界转了 也就是外面境界影响不了你了 到这个时候 你就能影响外面世界 像楞严经上所说的 若能转无则同如来 你不被外面境界转 你就能转变外面境界 所以 释出世间的圣人 你看解决自己的问题 解决家庭团体的问题 解决国家世界的问题 都是用教学 教学为先 这是真理 你真能相信 真能去做 那你有大智慧 你真的能解决问题了 你要是不相信 你认为 还有好的办法 你去做 做到结果 再跟这个做个比较看 你就明白了 中国自古以来 一直到满清的时代 都还是遵从古圣先行教会 七家智库平天下 平天下就是今天讲的 世界和谐 无不是遵守 教学为先 家庭 把家庭教育搞好 社会也是把教育搞好 国家还是把教育搞好 整个世界和谐 如果不从搞好教育 没有别的办法 那今天社会这么乱 灾难这么多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把教育丢掉了 所以才出了麻烦 这个教育 诸位一定要知道 这个教育是伦理教育 伦理教育真正明白了 人会爱人 人会自爱 伦理是讲关系嘛 你关系都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会爱他 他说我父母 我怎么能不爱他 关系搞好了吗 他说我子女 怎么会不爱我 大乘佛法搞通了 你才真正觉悟过来了 就像佛在经上所说的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真的吗 真的 为什么是真的 深深实实 三十英国 现在催眠 发生这个事情 过去是她的母亲 现在变成她的女儿 这就又回来了 我还遇到一个 随敬遇到的 也是修佛这个同修 她父亲两个都知道 她的女儿结婚 生了一个孙女 是她妈妈才来的 就是她的祖母 祖母非常喜欢这个孙女 你看又回来了 做她的女儿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真的是这样的 无量皆来 我们都做过这样亲密的关系 这一转世都忘掉了 如果你的记忆力 阿赖耶里面统统恢复了 你都能记得 你就晓得 所有一切人 跟什么什么关系 佛讲的话 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不但一切人 跟我们是这样关系 所有动物 跟我们也是这样关系 《楠言经》上讲 人死为养 养死为人 六道里头 哪一道 我们都带过 而且时间都很长 而且都很多很多次 不是一次两次 关系密切 再有 这是佛家讲论理 树木花草 跟我们有关系 山和大地 跟我们有关系 为什么 是我们的 心性 所生 所变 是我们的阿赖耶 所变 跟我什么关系呢 太密切了 一体 一个 自信 亲近 原民体 所以 佛家讲论理 才真正讲到 究竟 圆满 没有一个是 例外 这个关系 也想不通 佛经上常常用比喻说法 好 比喻用的最多的是将做梦 梦换泡饮 主要的比喻是做梦 换泡饮是陪 陪蹭点 我们都有做梦的经营 注意记住 什么时候做梦醒过来 想一想 刚才梦中那些人 那些梧 那些树木花草 那些山河大地 那些虚空 从哪来的 现在 意识心变现的 说得也不错 意识 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能分别 种子呢 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 真的 全是自己变现的 梦中境界 全是自己变现的 我们眼前这些境界 修个威士都知道 全是阿赖耶的限量 阿赖耶的相分限量 阿赖耶从哪来的 阿赖耶是从真性变现出来 真性迷了之后 就出现这个阿赖耶 阿赖耶的三系下 就变现出 佛法家 设法界 一真壮严 在推而广之 像《华严经》里面的 华藏世界品 世界成就品 没有编辑 自信 大而无外 小而无内 没编辑 一提 我们虽然没办法证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烦恼吸气放不下嘛 你就不能证的 可是我们接受金教的熏陶 熏陶的时间长了 我们也明白了 这个名字叫解悟 悟有两种 一种是明白了 解悟 听佛说的 没错 第二种是证悟的 证悟你就得受用了 为什么呢 完全是自己的限量进解 解悟不是的 解悟不是限量进解 是笔量进解 是以圣炎量而起的进解 所以念佛是救 是十九 十九跟本九 十一 不是二 我们今天这个十九 就是解悟 本九先前的时候 那就是正 你看 十九或本 用念佛这个方法 彻悟自行 跟宗门里面 大彻大悟 明行见行 是同样的经济 用的方法不一样 一句佛号念到 念到 礼仪心不乱 就是大尺大悟 那这个时候 诸佛如来的 十报状颜图 就先前 要紧点 自己真干 真干是自己真放下了 真把这个当做一回事情啊 当做这一生当中 第一桩大事去办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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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